各位同學好,這條影片想講一個題目 就是SIMULTANNESS CHANGE IN DEMAND AND SUPPY SIMULTANNESS是解同詞,就是說如果DEMAND和SUPPY一起動的時候 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都是我之前說的DEMAND AND SUPPY裡面 Underwork Condition裡面第三類題目 比較少出的,但希望看到Underwork Condition的時候 大家要看後面的Keyword 是知道原來有三款的題目可以問你的 首先我們要溫一點書 當DEMAND升、DEMAND跌、SUPPY升、SUPPY跌的時候 分別對於Ecolibium Price和Ecolibium Quantity 或者我們叫Quantity Transactor,究竟有什麼影響 好,如果DEMAND升的話呢,也很容易 OK,記得點箭墜 我現在so far mark 到同學的Quiz和功課 都比較多是這些脫漏的 OK,我們看到當DEMAND升的時候 那個Price會升 我可以用紅白 OK,會升啦 那研究呢,QT也是會升的 好,那研究啦 如果是一個DEMAND DECREASE呢? 好,還有記得啦 無論DEMAND升、DEMAND跌、SUPPY升、SUPPY跌都好 如果是有原因的話 記得呢,都要在文字裡面解釋一些原因 例如那些substitutes啊 compriments啊 OK,如果是有這些keywords 你發現有這種關係的話 那其實這些keywords都會值一分的 好,所以反過來,如果是DEMAND 好,那研究啦,supply啦 那supply那邊都要啦 如果是有,講Factor Cost啊 好,那研究啦 比如那個Factor Cost或者Production Cost跌啦 OK,那都要提起這些keywords的 即是如果你是 identify到這個是原因啦,OK 那你要講,譬如還有一些科技的發達 OK,譬如是關科技時的technology 或者machinery OK,都要提一提起這些keywords的 OK,好 那研究啦,這個我說supply increase啦 supply increase OK,那我看到price是跌啦 那講到一些強勢來升的 好,那最後就是一個drop in supply curve OK,那我看到price是跌啦 那講到一些強勢來升的 好,那最後就是一個drop in supply curve OK,那這個應該大家單獨畫一個curve呢 應該呢,就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那price也會升 好,那這裡最主要啦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想處理些什麼呢 就是有時候呢 如果demand和supply 一起動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問你呢 可能會問price 可能會問quantity 那我隨機抽一個combination OK,那如果譬如現在 你發現到是demand升的 好,那然後supply也升的 好啦,那現在有這兩件事件啦 OK,Event 1 好啦,那它之後呢就會問你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under what condition under what condition呢 view的price 比如啦 是increase的 好,現在假設demand又升 supply又升 OK,那我們就看看表 OK,現在的表是怎樣的 demand升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price呢 price是升的 好,那當supply升的時候呢 price是跌的 OK,demand升 price就會升 好啦,但是supply升呢 price就會跌的 OK,那什麼情況下會increase啊 OK,那就是說應該我們要說 就是demand的升幅 是大於supply的升幅 是大於supply的升幅 是不是啊 OK,那文字上怎麼說呢 OK,那你可以用這個字 叫magnative OK,magnative解釋 OK,magnative解釋 magnative呢 of那個increase in demand is larger than increase in supply的話呢 那那個price呢 在這個情況下呢 就會升了 OK,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condition了 OK,那這個是回應這個問題了 所以第三款underboard condition 通常就是問你price 或者quantity呢 究竟升還是跌的 那如果你有少少亂的話呢 我自己做法呢 就會畫一個這樣的表 好了,然後呢 我這樣一看就很清晰了 OK,demand升呢就price升 supply升呢就price 那所以如果 overall要demand升的話 那我就畫那個price升咯 那圖呢 都其實不難畫的 那我現在要demand demand升得多些嘛 是不是啊 那我就畫得誇張些咯 OK,那這個是d1升到d2咯 好,supply升的 supply都要升的 給點免許 OK,但不用升那麼多 不然我們做不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OK,我們要找回原本的ecolibium 原本的ecolibium呢 就是d1和s1的 OK,好,新的ecolibium就是d2和s2 OK,那我們見到呢 在這個情況下的price會升了 OK,所以這裡呢我們就能夠完成到題目所做的 所以無論出什麼event都好 總之一定是一個demand 一定是一個supply的 如果可以這樣問你題目的話 基本上你就要看一下 究竟 是demand動得多些 還是supply動得多些 那keywords你要用回呢 就是magnitude這個字 幅度 magnitude of increase 或者這個字可以改decrease 總之最重要是改至magnitude這個字 那延續的幅度 能夠比較到 而且你懂這個表 基本上這個題目都沒有問題的了 OK OK OK